接著我們來看這一題 他說林奈的自然系統跟達爾文的分類觀念 來何者是正確的 來第一個 你要記得喔 林奈他跟你說他是最早有演化概念的嗎 錯了 林奈其實不支持演化這件事情的 所以聰明的你 林奈他只是分類學之父 而跟演化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所以他是最早提出演化概念的嗎 不是 他是分類學之父 好再來我們看B選項 達爾文利用生物的區什麼 我們說達爾文說所有的物種都有同一祖先 但是我們在講同一祖先的時候他講的其實是什麼 大家都有同一祖先但是為了因應環境等等 我們發展出了什麼為了適應環境發展出了各式各樣 不一樣的物種出現 所以這種我們稱之為區異演化 而不是區同演化 OK 好所以聰明的你 所以B選項也不是正確的都 那我們來往下看 來接著我們看C 林奈的分類系統已經有 界門綱目科屬種等七個階層 很多人可能同學會去選C選項 因為一般而言課本教我們就是如此嘛 但我要告訴你喔 當時的林奈提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比較陽春的狀態 他有沒有提出界門綱目科屬種呢 他只是提出雛形 而由後人把它補上 變得更完善 懂我意思喔 所以我跟你講這裡包要寫上 由後人補上 就是由後人補上所修正之後 才會變成有像現在的界門綱目科屬種的形式 而並不全然都是林奈講的OK 林奈比較像是提出概念的人 而後人把它變得更完整 在主選項喔 達爾文的演化術每一個分叉點都代表著生物出現演化的分歧 那代表著什麼 該點代表不同後代都有共同的祖先來主選項會是正確的解答OK 然後再來主選項完全正確喔 再來一選項 具有共同祖先的不同物種的個體 必定 可在身上找到 所有 他嚇得太武斷了 所有特徵都會跟他什麼 都會有共同祖先的一個基本構造來這句話是對的還是錯的 我跟你講 我們可能可以怎樣 欸我今天從一個分支 然後發展出了不一樣的個體 那我們頂多只能幹嘛 我們頂多可能在我們之間 找到一些 關鍵性的喔 比如說我們今天大家翅膀的骨頭分布 我們兩個看得出來都是從這種個祖先 發展而來 所以我們有一樣的翅膀分布 但問題是剩下的剩下的部位啊的構造啊 等等的其他特徵會不會完全相同 不盡然嘛 所以你不能像依選項講的跟你說喔 我必定可以在身上找到所有喔 都是跟這個祖先他的構造啊 跟他的特徵什麼都要一模模一樣樣 這是不可能的OK 所以他把所有兩個字包把它修正掉 不太可能找到所有 我可能可以找到一兩個比較大的一個特色 去判斷說我們有共同祖先 但不可能全部特色 都找得到了OK 好所以依選項我們不去選他 好所以總和上述 那我們最適合去選擇的選項會是什麼 總和上述我們最適合去選擇的答案 便會是租選項 作為解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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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